香客絡意不絕 現場還有人員管制人數 中秋佳節不只吃烤肉月餅 也是神明月老生日 一早在峽海城隍廟 有路不少單身民眾 因為命理專家解析 在月老生日這天求姻緣最靈驗 一年一度月老生日 單身男女們當然要把握機會 來求好姻緣 也因此拜完之後 她就會給你一個像這樣的紅線 接著你到香爐旁邊 正轉三圈之後 帶回家貼身保管 就有機會求得好感情 還有喜糖帶回家後 也得儘快吃一吃 沾沾喜氣 也有民眾坦言 單身好久了 真的好想脫單 因為想說就來拜月老 求一段姻緣這樣 你自己有單身幾年嗎 一年多了 月老生日 不管是拜月老還是眾生 靈力都會比較強 擺脫單身狗 其實拜月老貢品也有學問 除了糖果鮮花 五色水果特別要準備原型的 代表圓滿吉利 紅棗姻緣早點完成 以及桂圓圓滿神利 五大禁忌也得注意 像是不要戴帽子 太陽眼鏡 讓月老看清楚你的樣子 至於口罩防疫期間 還是要戴服儀端莊 不要暴露 禁止拿傘 否則姻緣可能會傘 結緣茶不要吹 以免把感情吹走 洗糖也不要挑 沒男朋友 去年第一次來拜以後 然後今年就再來 今年就是買巧克力 跟巧克力蛋糕 就是享受是生日 對 去年的話 包含就所有網路上說要準備 都準備一輪了 農曆八月十五 拜月老以外 也剛好是土地公得到日 求財 求關 好日子 專家也建議 帶麻糬 花櫃 可以年財 甘蔗 步步高升 要拜拜 最好去常去的土地公廟 最有效 中秋佳節 人團圓 想求好運 民眾也不妨到 公廟走走 TVBC我這段會先 待會報導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 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通知 小鈴鐺